博客银毅林诽谤李显龙总理高庭评估他所需要支付赔偿额的聆讯进入了第二天 总理的代表律师指出银毅林自称无辜是有意图的 而且他自称有歉意则是在演戏 银毅林接受总理代表律师的盘问时说 他无意诽谤总理 他只是关心政府如何管理新加坡人的公积金储蓄 但是他表示不相信总理会挪用公积金 他也表示在写博文的时候并不知道挪用公款的法律定义 不过总理的代表律师文达兴表示 银毅林复制亚洲新闻台关于城市丰收教会审讯的图表 并把创办人康熙的照片换成李总理 这证明他有意诽谤总理 文达兴也说银毅林自称有歉意是在演戏 银毅林是以能够对公积金课题引起轰动 并增加点刊率的方式写博客博文 为期三天的聆讯预计明天结束 手提的以第二紅红实 大红实 programa 방这个调度 Full 规短度